鼎姊妹,《心靈真寶》今天的主題是 《決心保守心思》 羅馬書第八章5-7 節 提到體貼肉體的事和體貼聖靈的事 體貼也可以譯作思念 我們的心思想到肉體的事 就會枯乾和死沉 但想到聖靈的事就是生命和平安 聖靈會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真理 聖靈也會在我們心裏提醒 聖靈又會開我們心靈的眼睛 祂充滿愛和溫柔 祂都很尊重我們的自由 所以我們要挑選體貼聖靈 詩篇中很多詩人 當他們心思想回正確的事 就能夠提升 我們要決心保守心思 就正如彼得前書第一章 講到我們要約束自己的心 我看羅馬書第八章第五至七節 因為隨從肉體的人 體貼肉體的事 體貼的字有時 可能有些你說的沒那麼具體 實際上你可以譯作思念 就更加具體的清楚 思念肉體的事 隨從性的人 體貼性的事 你也一樣可以譯作思念聖靈的事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 你也一樣可以譯作思念肉體的事 你的感覺如何呢 你的心就是會枯乾 沒有那麼感受那些生命的靈活 那些生命是沉沉死的 但是你看看聖靈的怎樣呢 就是生命和平安 所以聖靈它引致進入一切真理 而且使你給爸爸給主 和他的畫中的真相 來影響你 這樣來救拔你 聖靈魔鬼那些妙妖妖 或者你自己過去那些創的妙妖 傷害你 因為過去上年前你吸收了不少 現在重逢伏伏 可以說是一個妙妖 你這句話就是要說的 還有呢 現在你會面對著的人 或者事啊 或者資訊啊 聖靈呢 他也會提醒你 放在上面 好像放紅燈 你都知道 這東西不是太好 就沒有鬼想引到你 ти住 所以我們無論是遇到的人 甚至是家人 你也會在香港 我都會在說說話 態度 行為 都可能會有影響你,甚至你有善解 總之是,你終於日都會,魔鬼會利用各種東西來搞你的 他也可以直接飛進來,魔鬼在手下 但幸好我們有聖靈幫助 他最貼心,他住在我們裏面 他開了眼睛,提醒我們 但他是給你自由的 你隨便是聖靈,你繼續讓你繼續看那些事 那些意見,打下你 要是你呢?看回聖靈 所以要體貼 因為他不是捏著你的頸去看 他是衝去愛,就是溫柔 但他會提醒你的 你都知道不太好 我們不能衝紅燈 隨用聖靈,你就不同了 心不需要被殺傷你,影響你的心 不好的 不安啊 煩啊 現在上來,可能還會有很多壞事 生氣人啊 不搖延說人啊 各種那些 佳太斯提五章 還有呢 用二章來講 這個世界上的事 眼磨的情慾 我心裡根本已經思考著 每一個人都在身上 那些與大師肯定會有很多 那些不緊張 我心裡想殺了 一定會有很多 不喜歡 那些人都知道 那些不小心 或者是被殺死 那些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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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心裡有多過 那些不小心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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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